在華盛頓郵報 數號披露說俄國12號 向美國發出正式的外交眾會 警告美國跟北約運送 最敏感的武器系統在火上加油 可能會帶來無可預測的後果 那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普萊斯就說了 俄羅斯自己下說一些話 公開也說一些話 但是他說沒有什麼 能夠阻止我們 放棄我們已經開始 實施的戰略委員 大家記不記得 戰爭初期的時候 哲倫斯不斷要求美國 或是北約提供他所謂的戰鬥機 但美國一直不給 為什麼不給 因為他知道戰鬥機 今天不是單純的防禦烏克蘭而已 不小心一飛 就飛到俄羅斯境內 可能會引起更大的戰爭 所以不管是美國 不管是當初的德國 以及現在英國 他們都在提供一個 比較高端的高科技 或技術性能比較良好的 所謂防衛性的武器 但的確為什麼最近俄羅斯 只說美國不要這樣輕舉妄動 主要原因的確是 美國跟西方國家提供 武器越來越精良了 導致俄羅斯 我覺得他們越打越覺得 你知道那個 就是越來越覺得 怎麼會一直攻不下來 因為你面對一個 比較精良的防衛性武器 它根本就是他們 舊的傳統性武器 根本打不贏西方 這些先進武器 美國提供給俄羅斯 烏克蘭有什麼東西 包含大家所收知的 標槍飛彈跟四肩飛彈 還有所謂彈簧刀無人機 還有一些什麼 反炮兵雷達 還有100輛焊碼車 還有11架的MI-17的直升機等等 很多的武器 它都是比較精良的 除了美國之外 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國家很重要 那個叫英國 他的首相前陣子 還偷偷跑到烏克蘭 跟烏克蘭周恩斯基會面 所以這也導致俄羅斯 現在很生氣 他還去說 你以後的英國首相 英國外交部長等等 也要禁止進入俄羅斯 我相信現在的情況 沒有人敢進入俄羅斯 所以我覺得當然是一個 對外的外交的一個去舉動 英國其實給了烏克蘭什麼東西 其實英國給烏克蘭的東西 我認為其實是更好 除了原本的1億元英鎊的 這種軍事武器協助 它裡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包含所謂的星光飛彈 星光飛彈 星光飛彈是可惜式的防空飛彈 它是一個性能 它的速度可以超過音速的三倍 另外一東西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一直討論所謂的這個 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 就是一個反彩克 一個像火箭炮一樣的東西 大家對這個名字很熟悉對不對 我給大家看一個圖 導播幫我take一下 就是 這個好 下面這個 二號金嗎 大家看到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大家看到一個軍人 拿著一個像火箭筒的東西 這是英國的NLAW反坦克飛彈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這個圖 大家去看一下 去Google一下 標槍飛彈是需要兩個人 兩個人一組 去操作這個東西的 這個新型的英國提供的NLAW的 這個反坦克飛彈 他只要一個人 就可以去操作這個東西 而且你知道他要花多久 去學會這個東西嗎 一個小時就可以學會 怎麼樣操作使用 當然你去打電動 因為有時候一個遊戲 你可能搞一個小時 你還搞不清楚他怎麼打 但問題是一個 這麼精良一個反坦克的一個 就可以立刻上手 立刻上手 所以很快 所以他 連西方國家提供 越來越多這樣精良的武器之後 搞得俄羅斯真的覺得很煩 但有一個國家他去思考 去看一下 德國是比較克制 德國一開始不小心說 要給烏克蘭這種裝備 包含說 像坦克之類的東西 後來他就像德國否認 他拒絕了 為什麼拒絕 因為他也發現 給他坦克之後 他也可能會一路往俄羅斯開 所以後來德國發現 這件事情之後 也把所謂要提供坦克 這個事情給取消 所以這樣子 其實他不斷的支持 就是為了避免剛剛所說的 第三次世界的大戰發生 但問題是 最近也好 媒體在炒作說 今天俄羅斯可能被狗擊跳牆了 他要使用所謂的核武了 好 那使用核武的時候 其實他不只是針對烏東地區 或烏克蘭跟烏爾地區 他還有另外一個影響 他會讓其他世界 可能有戰爭潛戰性的國家 都在思考 我要不要重新發展核武 舉我們台灣 最近的例子來說好了 韓國 大家知道 韓國過去跟韓國一樣 曾經有偷偷發展過核武器 一樣 但是這時候韓國 在烏爾戰爭之後 因為他面對北韓 北韓其實有核武的發展 韓國一樣 在1970年代的時候 當時南韓總統佛正希 他也是想要秘密發展核武 最後也是被美國發現 當時美國有對他保證說 我會給你一個安全的保證 讓你放棄發展核武 結果現在南韓後悔了 為什麼後悔了 因為的確北韓不斷有核武的 侵襲的威脅 而且最近可能要再進行 第七次的所謂的核武的誓報 所以其實南韓人民覺得很危險 面對這一次烏克蘭烏爾戰爭 他們更覺得 美國所謂的安全保證是不可靠的 大家不要忘記 烏克蘭的領土主權 其實有美國跟俄國 還有英國等幾個國家 簽訂了所謂 布達貝斯配忘錄之後 其實保證他領土主權完整 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配忘錄到現在 到底有沒有實際的發生 有很明確的 很嚴格的效用 看起來好像一半一半 所以韓國當然也擔心 如果到時候200韓 不小心發生戰爭的情況之下 請問美國對他的安全的保證 能不能阻止 還有另外的國家 我們鄰近國家 那個國家叫日本 當時安倍晉三 其實也曾經講過 他實際是想要 重新發展核武 為什麼還有這個議題的拋出 主要原因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當初烏克蘭如果 沒有放棄核武的話 請問還有今天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事情發生嗎 我覺得這句話超有說服力的 的確如果今天烏克蘭 還是當初的第三 擁有核子武器的大國的話 我相信俄羅斯 絕對不敢輕舉妄動的 但是的確 安倍晉三這句話 被現在手上的岸田文文 為什麼 安倍晉三他是廣島人 他身受 當時他身受這個核子武器 這個被轟炸的一個情侵 所以他們是講求一個 反對核子武器的 但我的意思要講說 烏克蘭戰爭討論到 俄羅斯似乎要發動核武戰爭 其實影響到不只是韓國 不只是日本 還有許多各個地方 可能發生衝突的國家 都在思考說 今天我是不是要重新拿起 核武這樣子一個技術的發展 這的確對於未來整個全球 所謂世界安全的和平 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好 持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剛剛就像我已經提到了 德國的部分 好像有點改口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日前就是德國副總理哈畢克 他說要軍援烏克蘭 100輛戰車的計畫 要全力支持 但是現在說軍援戰車給烏克蘭 將會使得西方成為俄國目標 所以現在改口了 但是還是有其他國家 還是繼續的 不管是軍援的部分 或是軍援部分 我們請教林教授 這邊的話 我們要先講的是說 德國他軍援的戰車 是什麼戰車 之前的話我們有看到 他其實是要軍援 暴衣式戰車 可是說實在 暴衣式戰車的話 他是腰動物的一個 口徑的一個火炮 基本上來說 他已經也是一個 比較落後一個世代的戰車 他可以去負擔 現在的一個任務嗎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為什麼俄羅斯 他會很要求的是說 各國其實 對烏克蘭的一個軍援 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他也注意到 現在各國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其實有一點改變了 我們先說之前的話 之前的話其實他很多 是提供這個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跟過去飛彈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說 過去俄羅斯體系 他們都是用RPG 他是打直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 俄羅斯的一個戰車設計 是比較扁平的 而且他正面裝甲會比較強 他是要去擋住RPG的飛彈 可是最近的這一種標槍 飛彈是會先往上竄 去攻擊戰車的頭頂部這個地方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戰車的頭頂是比較弱的 OK 好 之前的話 美國為什麼我們說 英國這次很重要 因為大部分的標槍 都是先從英國間緊急運過去的 之後的話 我們也剛才有看到了 不管是這個刺針 或者是什麼星光飛彈 或者最近的話 英國又提供了 英國自己都還沒有完全在使用的 LMM 岩燕 岩石的岩 燕子的燕 岩燕飛彈 也提供給烏克蘭了 等於說其實現在 烏克蘭擁有了其他國家 都還沒有使用的新武器 當然對這個美國或英國 或北約國家來說的話 他是不是把這一次的烏爾之戰 當成一個武器的實驗場 這個當然是我們可以持續去觀察的 可是除了去當一個實驗練兵的地方之外 美國跟北約國家也開始去把一些 過去比較舊的武器 通通都給烏克蘭 最直接的就是像 這一次已經提供了M113 這個裝甲運兵車 以及一些M119一些火炮 相對來說的話 這會代表的是烏克蘭 他是不是要反手為攻 這一點其實是我們可以去看 至於反攻的話要購買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 跟各位觀眾朋友來做解釋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美國開始去拋售這些舊的軍備 或者是在實驗一些新軍備的時候 我們要結合另外一個新聞 一起來做分析 就是之前美國五角大廈 把這些軍火商 全部都叫過來開個大會 這會議上面主要要談什麼 我個人會推斷的就是 第一個是要討論的是 OK 可能接下來 烏克蘭的軍員的一些項目 可是最重要的是 美國在進行一個 軍事失誤的革命 因為他看到了這一場戰爭 帶來的變化 因為其實今天 烏克蘭用了很多的方式 不對稱的作戰的方式 或其他方式來對付俄羅斯 那未來會不會也有其他國家 用這些方式來對付美國呢 所以就比喻戰車來講好了 現在我們說都是打 這個戰車的頭頂 那美國我的M1戰車 或者是我的下一代的戰車 是不是要去強化我頂部的防禦 或者是說 在看到這場戰爭之後 在無人機的使用 或是這個Starlink 這個星鏈的計畫 等等的整合性 低軌衛星的整合性上面 是不是要有一些新的作為 那我美國國防部 把這些需求 全部開出來之後 交給你們這些軍火商 來去做研發 這個其實才是 美國他在打的一個 如意算盤 就是他開始在計畫 下一場戰爭要如何進行 好 然後他的武器 就可以持續的做升級 這個當然就是 他一邊的一個升級 同時也會藉由這個戰爭 來達到他的一個戰略 戰術 甚至是軍火外交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他跟病毒作用 還原之後 他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對兒童 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器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 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 對兒童